五花 秦王之喜 神不可测 回去告诉你家主人 下一个 就是他了 公子 公子心意辅助 奉骑汪诏 凡追随叛党者 弃暗投明 既往不救 若是顽固抵抗者 宜三族 放上一门武器 司徒缺 回去吧 履向了大恩 司徒缺 曹已报了 公子夕于危难之时 向我伸出援手 我却反戈一击 师辱不仁不义 对于这等背叛之人 讲什么仁义啊 我与履向 早无瓜葛 回去 请我向他问候 祝他 大战宏图 心愿得偿 再请你 转告领妹 请他一定要 永远幸福 不要 司徒 公子夕到处散播我和王后妾国的谣言 接下来 只需控制咸阳 杀了王上 再告诉秦国百姓 王上 是被我这个乱臣贼子所杀 如此一来 他会成为当之无愧的救国英雄 可惜啊 白仲已先行一步 秘密在咸阳郊外设服 原来履向 亦是早有准备啊 亦 原来王上 另有密诏 寡人早有诏令 今日公子兮如常出征 军队归他统帅 若他引兵回城 便以谋逆罪论处 当然 宣侯父送给将士们的惠金 寡人也命他们如常收下 免得打草惊蛇 好 王上原来早存疑心 那吕不韦 我倒要问你 白仲的军队又从何而来 请王上恕罪 公子兮叛乱造反 白将军秘密联络武安军的旧部 暗中部署安排 这变法后 前阳城已无私兵 带去的多半是家谱而已 虎虎人罢 臣料 王上警觉 必定自有安排 如今两面夹击 密谋 不攻自破 是非黑白一目了然 杨全军宣侯父 与公子兮李英外合密谋造反 杨全军已当众复法 至于 宗室大臣吗 太子的身份 诸位可还有疑惑啊 王上 一切都是公子兮犯上作乱的阴谋 太子是大秦王室血脉 宗室 再无异议 臣等绝无异议 好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传寡人诏 今后敢妄议太子身份者 杀无赦 谨遵皇上诏令 皇上圣名 传寡人诏 将宣侯父押入刑狱 三日之内审出幕后主谋 将军 将军 司徒先生的尸体是否要运回吕府 吕不韦设计谋诸公子兮 司徒却怕他回去之后 连累他寿人诟病 又怎么能够送回吕府呢 那 那 最后地也埋 诺 公子父 公子他 遇刺身亡 最后 最后 他可曾说过什么 公子问 他有何处不如秦王 可曾踢到过我 只字未踢 公子父 公子一去 请您接哀 下去吧 我 子兮 你骗我 你不是说 要让我做大秦王后的吗 你让我答应你 等着你回来 你跟我说你婚回来 你跟我说你婚回来 你说你一定婚回来 你怎么能骗我呢 你怎么能 怎么能违背 我们的公眼 你怎么能死 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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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父 您看 你怎么还有心情到这儿来 你怎么还有心情到这儿来 那我应该在哪儿啊 叛逆之期应在乏场 先王留下了一块免死令 可免去我的死罪 太后还不知道吗 绝对不会有这样一种东西 当年公子兮的亲生母亲留下的 应是当年在赵国为治时 先王亲手可下 以示恩宠 只可惜他回国后遭人构陷 临死之前 不舍得用 将他留给了自己唯一的儿子 愿他能在宫廷争斗中存活 而这世上唯一的宝贝 就在我的手中 可笑 可笑 真可笑 子兮看来还是个痴情的人哪 死都死了 还惦记着你呢 不准再提起他 他留下这块免死令 无非是想保存自己唯一的血脉 可不是为了我 那你还来这儿干吗 我来提醒太后 该如何明哲保身 我 不过就等着宣判罢了 还能逃得了吗 这谋反的 是公子兮 污蔑王储的 是杨泉君 偷运黄金的 是宣侯傅 这一切 太后都被蒙在鼓里 全然不知啊 你的意思 是要我把一切的罪名 都推到别人头上 米氏一族得以兴盛 全都仗着您 您若是倒下了 声势轩鹤的米氏一族 都要引颈救路 而相反 只要您活着 一切 就都还有希望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若是 那刑狱里的宣侯傅 供出您来 一切可就无法挽回了 牺牲她一个 保全了太后 以及整个米氏家族 这笔账 我想 您不至于 不会算吗 出去 言尽于此 望您 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公子傅 奴婢搀扶您 找吗 公子傅 没人了 公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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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公子夫 快进医室 快进医室 没人了 公子夫 公子夫 你没事吧 公子夫 公子夫 没事了 起来吧 当年我入咸阳 多亏你的引荐 后秦王登基 也是你长袖善悟 多方帮助 九年来 明里暗里都在照顾我 我都记在心里 是啊 就算我敏昇阁对不起天下人 我唯独没有对不起你吕不韦 我念你这份情 什么时候信心 你不怕死啊 谁不怕死 可怕有用吗 谋逆之罪 罪不可赦 可若从头到尾 你只是参与了运送金水 并未参加谋逆呢 你肯救我 你肯救我 吕不韦 你真的肯救我 只要你说出幕后主使 幕后主使 不早就死了吗 我说的是谁 你心里明白 九年了 九年了 我以为 九年来 我对你的真情 总该换来些许的温柔 没想到 你吕不韦的心 比冰海浪 比蛇海毒 你莫忘了 你们盗窃黄金七日违宪 差点要了我的命 而你 也是帮凶之一 我以为 只要迷失掌权 我一定可以救你一命 当然了 如果我救了你的命 你就得一直藏身于我的府中 你 夫人 只要你指认华阳太后 我便可以向王上进言 赦免你的死罪 出卖自己的妹妹 固然不好受 但刚才那个卫兵 你不会不知道她的来历吧 吕不韦 你别蒙我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 她们就是你指使的 说得没错 那卫兵是我安排的 可是 这份菜呢 这上面的镇毒 却是华阳太后 亲自为你送来的 却是华阳太后 一个抛弃了你的妹妹 值得你为她献出性命吗 你再想想 想好了 再找我吧 吕相 宣后复已招任 不过 自尽 吞下碎桃 长川杜烂 与不韦费尽心思 想让他指挣华阳 如今一定气坏了 何止 他还留下一卷贡状呢 上面写了什么 除了一只大乌龟 什么都没有 他这是在骂吕不韦 是个混账王吗呢 不 与不韦只懂政务 却不懂女人的心 他们姐妹数十年来相互扶持 轩侯夫为了华阳 敢当庭朱砂七兄弟 他 不是个贤良淑德的女子 却是个心中有豪情的女人 那只乌龟 他是要告诉吕不韦 区区一个男子 亦或是个人生死 也敌不过姐妹之情 好 好 你 咱们 不过姐妹 什么是较较嚷嚷的 薛侯父在狱中自杀了 跳啊 怎么不跳了 刚才那首 是什么乐曲 再换个换快点的 想到什么 要不想穿与她 就算是什么 无法让我来 能不能 dance 我为我 是 我 我 不 太后 太后 下去 诺 杀 虻 2 阿嬷 你们这困长小子 怎么打都不肯认错 干脆割了你的舌头 看你还敢犯家 慢 拜见王后 王后面前 谁准你们动手 这到底是何人 为何在这儿毒打 回禀王后 她是宣和父府上一名骑奴 宣和父犯了事 没入宫中为奴 她极傲不逊 不听使唤 咬伤了工匠的手脸 还破坏了偏天的娃 先许小事 不要伤人 把人带回去 请医师替她看看 听到了吗 王后有命 立刻带走 诺 等等 王后 王后 你是赵国人 你是赵国人 一定知道我姐姐 求求你 告诉我 我姐姐她在哪儿 走 慢着 你姐姐是谁 我姐姐是韩国公主 韩秋华 你一定知道我姐姐 你说什么 你 快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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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把人带回去 诺 公子傅 公子傅 该喝药了 你是谁 原先伺候我的人呢 全被我给撤了 公子傅谋逆 你是他的妻子 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先前忙着清除宫外的党羽 倒是把你给忘了 如今 咱们也该算算账了 从头至尾 我未曾参与谋逆 而且 我手上有先王的免死令 可以免我一死 免死令 可我从未听先王 留下此目 您是要违背 解先王的指令吗 动手 你要干什么 下塔号 我从未得罪过你 为何要对落水者苦苦相逼 你这个落水者 不知掀起过多大风浪 若不趁此机会 斩草除根 下回 就该祸害我的儿子了 说得可真好听 你自己一生不幸 所以你见不得任何人幸福 你嫉妒华阳 因为他得到了宠爱和尊重 就连你那位谦卑的儿媳 你心里也充满了嫉恨 因为他有他丈夫 一心一意的爱 只有你 什么都得不到 无荣无仇 一无所有 我看着你的眼睛 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装什么子模 你想要杀我 无非就是落井下石 还不让他闭嘴 小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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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有的女人都比你幸福 都比你快乐 只有你 属于什么都得不到 太后 全都住手 拜见太后 你怎么来了 公子傅指认公子的罪证 已送到王上案头 内有支持叛乱的官员明露 依寝律 公子傅大义免亲 得以免刑 不可杀 你们还不快放人 瞧见了吗 依照大秦律法 你的儿子 高高在上的秦王 都不敢公然违背大秦律法 你又能奈我何 死罪可免 活最难柔 活最难柔 来人 给公子傅 上莫行 从今往后 你只能带着一块屈辱的印记生活 只要踏出一步就能昭告众人 你是一个囚徒 永远 永远都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太后 我就是要让她知道 你下犯上 出言不逊的教训 我 我不要 夏太后 我不要 我不要 我 这么美丽的一张脸 多可惜呀 我若是你 就找根绳子系一生 一了百了 好过屈辱地过一生 是不是 你身上的陈年旧伤都裂开了 还添了好多心伤 不少已经开始发炎 一定痛得不得了 你怎么能站得住呢 王后呢 王后她在哪儿 王后去了曲台宫陪伴太子 你到底有什么事寻她 我要找我姐姐 我姐姐叫韩穷华 王后来自赵国 她一定知道我姐姐 穷华公主的母亲是韩国王后 你真是一国公子 怎会沦落成宣侯父府上的骑奴 你不说我便不问 只是你姐姐的下落 我便不知了 等等 我只是女奴的儿子 母亲偶然得性 却被抛住脑后 除了我姐姐 没人承认我的血统 我一路从韩去赵 在边境换上秦军 被秦军当成鞭民掠毁 我想去赵国 我想找我姐姐 你能告诉我我姐姐她在哪儿吗 她早在十年之前 便去世了 这 这不可能 你在骗我 我有什么必要骗你呢 可她还是给我写信 还为我寄钱呢 若我没猜错 她在去国之前 一定拜托别人照料着你 但她真的死了 就在我眼前 死了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你在骗我 你是个骗子 你在骗我 快抓住她 公子傅 您别这样 我会伤了您的手的 真是风水轮流转哪 昨天还在劝我 今天就轮到你了 衣裳脏了 尚且可以清洗 可是这脸上留了疤痕 还能洗得净吗 别在这儿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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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不过是脸上留了个印记 就在这儿要死要活 你又不是为了这张脸而活 你 你根本就不懂 若是今日被毁容的是你 你还会这么说吗 这里是秦王宫 四处杀其暗俘 我们不是游戏 是在赌命 别被夏姬这些小伎俩 给吓着 她这样的女人哪 存在的意义就是男人的恩宠 所以她毁了你的脸 在她那有限的智慧里 仿佛女人除了脸 就没有别的武器 可是你是这样吗 范衙 我不是 我不是 夏太后罚了你莫行 下一步就会逐你出王宫 你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秦王 你让我去求她 是 去求她 这不可能 范衙呀 范衙 你都落得这般田地了 还是如此的高傲 傲气能当饭吃吗 大秦掌握在男人的手里 秦王 吕不韦 文武官员 哪个不是男人 聪明的女人 要懂得使用自身的优势 在他们身上 攫取你想要获得的一切 端着傲气当骨气 没用 我和你可不一样 我知道 天下人都说 华阳夫人是靠美貌上位的 都瞧不起我 可若谁真的以为 美貌的女人没有头脑 那她可真就是天下第一大蠢蛋 你现在只是被毁了戎 如若连脑子都不转 那可就真可怜了 那可真可怜 范阳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去哭 去闹 去求 一定要留在咸阳宫 否则 你离开宫门一步 就没有任何人能保住你的性命 别担心 别担心 一切 都交给我 我帮你 进来 他们会竭尽所能 帮你遮住这块丑陋的伤痕 让你变得楚楚可怜 而不是面目可憎 毕竟 没有人会喜欢 一张丑陋的脸 你真的要帮我 信我 你真是 做什么 只要不然 都可以 你 看我 你们 没 你 我 还没完吗 要么不做 要么做 要做 便要做得彻底 不是吗 皇上 公子傅求见 让他进来 诺 宣公子傅 罪夫见过王上 你这么做是在挑战夏太后的权威吗 王上 身为一个女人 要承受默行的屈辱 这样的惩罚还不够吗 这一场浩劫 我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孩子 失去了身份地位 失去了一切 可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从头到尾 我甚至没有参与过谋逆 这一切对于我而言 公平吗 是 我是保住了性命 可我现在这样活着 有什么意义 泛衙 不 公主呀 你本该去陪伴兄长 可你却选择活下去 那你就要接受 让这份屈辱 伴随你的一生 现在已不仅仅是屈辱 夏太后要驻我出宫 王上 我求求你 救救我 放过我好不好 你笑什么 公主 这样一点都不像你啊 寡人猜 这或许是华阳太后的主意 毕竟她用自己的柔弱 牢牢控制住了先王 而如今 她又试图操纵你 从寡人这儿来博取同情 你 子楚 请公子赴旨步 什么时候我跟她说话 轮得到别人来管 退下 对 这样才像你 天下间的所有女人 不该都是一种模样 寡人觉得彼此真心相待 比虚情假意更有意思 那你应该还记得 我帮助过你 在你最落魄的时候 我一次又一次地救你 我甚至为了你 离家弃国一无所有 你欠我的 尚未还清 好啊 寡人可以派人 护送你回赵国 不 我哪儿也不去 母亲早已去世 我又犯下了谋逆罪 我能去哪儿 踏入赵国的边境 我便成为了阶下囚 若你没有忘记过去 请将我的恩情 还给我 好啊 你 你可以留下来 但所发生的一切 也要学着 接受最后的结果 谢王上 请你相信 我担得起 王上 您留下公子复 会不会触弄太后 她还有用 好了 我不会跟王上说 当初太子身事不明 是你说漏了嘴 她也不会怪罪到你头上 放心吧 太后 王上为了保护王后 无所不用其极 若是被她误会 是婢妾恶意挑唆 别说婢妾 恐怕连成脚也要受到牵连 既然我说保你 必定没事 毋庸害怕 太后 思洛如今是个多余的人 只怕王后也恨极了婢妾 若婢妾将来 只求太后 能帮我好好照顾城脚 她敢 王上如今如此宠爱王后 王后又是一个行事果决 手段厉害之人 思洛恐怕 没有办法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 爱情太后成全 我答应你便是 起来吧 太后 太后 婢妾从前 畏惧花样之威 不敢与您亲近 如今我才知道 您是这个宫里真正善良的人 若是没有您 婢妾母子 早已无立族之地 便是你不说 便是你不说 我也会护住脚儿 不让他受任何人欺辱 太后 王上继续容留公子府 居住咸阳宫 紫楚啊 怎么就不懂母亲的心呢 太后 太后 公子府拥有免死令 要告发公子息得以宽恕 保全嫁妆和资产 王上让他暂且居住宫中 世人只会夸赞他狂宏大度 这样不好吗 你以为我天生愿做恶人吗 公子府这个女人 心思歹毒 野心勃勃 留下 必成祸害 紫楚啊 何等心软